这才是北欧会客厅 而很多MPV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话 它只是一个应急的工作间 这个储物空间还蛮多的嘛 你干嘛你干嘛 回去回去回去 那我只是想做EM90的节目停久了 一直没开过这个车子 江州户地区问厂家要试驾车呢 一直都没有 然后宁波这边的风云沃沃 说可以把车借给我 让我体验一下 这是太好了 之前那个V90CC的节目啊 也是问这边的小姐姐借车的 人真的超nice 借了我好久 所以大家宁波地区如果想要买沃沃 多多支持他们家 多多支持他们家 那今天呢我要开EM90呢 去我很喜欢那家咖啡店买一杯咖啡 因为我觉得他家的咖啡啊 觉得调性的 跟这个沃沃这个车子很搭调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就坐上来第一感觉 我觉得这个车子真的很大电缆 大顺宝电的那种感觉 两个泥柱然后通到很上面 里面的头部空间 哇一般人家说一拳两拳 这个一小截是屁 然后这样盘的很沃沃 但是这一块东西其实我不是很满意啊 因为我觉得你看一块大屏幕在中间 少了很多物理按键 让它去发挥所谓的设置感 和材质上面的一些层次 你说简洁是简洁 但是我印象中的沃沃 很多广告的宣传就是我说它这个前脸的灯很漂亮 怎么怎么怎么好看 但我觉得这是沃沃沃沈的家族式语言 其实我更喜欢它后面的灯 我看过它们的PPT 有一些东方蜘蛛啊 这种外滩啊 这种一些景照片在里面 它意思是象征它整个灵感是来自于那种高楼大厦 零次致笔的这种很有设计感的建筑 我觉得确实有这种都市的感觉 非常的磨灯 在介绍岸的环境下 可以看到车内的氛围灯 无论是在亮度还是面积上都十分克制 被称作木中女神的琴木石板上 浮现出一组组摩斯密码 断断续续的不规则点线 又让人联想到阳光穿过竹林的斑驳光影 那每次来百分百Arabica 我最常喝的就是京都拿铁 一来呢日产的豆子口味比较特别了 二来呢这款打铁中会加入少量的面乳 这种苦中带甜 但又甜的特别浓郁的感觉 我没有在其他家喝的 为什么我一开这个车 我就想要来喝这个百分之百Arabica 就是我觉得你也看到它的包装 这个咖啡的调性 它的装潢 在我心中跟这个牌子很像 跟这个车子也很像 都是木纹的 或者说这种牛皮纸的颜色 加上白色很干净 对吧 Arabica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品牌 全世界上面算是个网红 然后呢在中国的店也非常少 价格相对比较高 这么小小一杯46块钱 跟这个车子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相对来说小众 然后呢价格高 他就没有想过说让那么多人 去拥有这个车子 反正你市面上有009吗 他就是跟009打一个差异话 他会说很多精英员事 很多老板啊 你可能在市面上想要有个更好的选择 但是苦于没有 现在沃沃造了一台给你 你坐在后面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些木纹啊 Bling bling的东西啊 包括我说在前排趋势的这种机械按钮的质感 在这边就全部呈现给你了 比如说可以控制座椅按摩啦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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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 包括三档的座椅加热 三档的座椅通风 调整椅背的方式啊 包括调整这个腿托的方式 包括呢一键把我躺平 对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觉得非常的得体合适 每次我的座椅想要往前或往后移的时候呢 我的副驾驶的这个椅背 也会自动的往前移往后移 来配合我最大的一个空间利用吧 就我刚刚抱怨说前排啊 好像感觉这个是个大店呀 好大呀 感觉很有压力的城市里面开 但是我坐在这个位置呢 我就觉得这个大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一种开阔感开阔感 我会觉得这才是他们宣传的 所谓的北欧会客厅 而很多MPV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他只是一个应急的工作间 而且跟他的设计 跟他这些整体亮面的浅色的装饰 都有关系 包括我左边这个扶手 他其实打开是有个小桌板 可以折叠桌可以拿出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头等舱的感觉 你看我可以把咖啡放在这边 这边呢有一个像Apple Watch一样的东西 它是个时钟 但是它又能够控制空调 其实跟009大差不差 但是整体的UI风格就是我重新设置的 你另外有没有发现 我说话的声音会有点变化 就是好像他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实音器吧 我觉得它会让我的声音通过这个管道传到整个车的扬声器里面 这个储物空间还蛮多的嘛 你干嘛你干嘛 司机回前面去 回前面去 回前面去 绿灯了 准备走了 还有一点 这个车子好像有一个主题啊 就是慢 我怎么感觉出来的 就是我开这个门啊 它也慢慢的 我开这个电视机啊 你看啊 它也非常慢慢的 慢慢慢慢下来打开屏幕的 然后我开那个后备箱啊 也是慢慢慢慢开的 我甚至会觉得要不要这么慢啊 慢生活啊 它好像就是给你一种感觉 哎呀 坐进我这个车 你用上我这个车 你就不用那么着急了 你应该好好享受我这个车厢的一切 不要这么敢嘛 好了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的开小众车去买小众咖啡 去喝小众咖啡的第二集啊 希望你们能够示范这样的一个节目形式 我也想让大家更加却无 能更加放松的 分享一些我觉得值得分享的东西 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开一个小众的车子 去小众咖啡店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的咖啡店 你摸本地或者浙江周边 或者会太远 都可以去打卡 然后如果你也跟着我去打 可能值得评论区里面偷图 然后跟我们来个呼应 好吧 然后你有什么车子想让我拍 想中车 你可以去到评论区 尽量去找这个出界 拍给大家看